我們現在目前就是用時間分 時間大家最能理解 但是他一定要兼顧 就是說他有控制不良 就是沒辦法控制的一個感覺 再來因為時間跟控制不良 造成自己的沮喪 或是班旅之間的關係的變差 這些都是合在一起才是一個真正的早些 再來就是我們推薦的就是 希望有做過臨床試驗三期的一個正規藥物 我們希望能夠再使用快速 而且我藥的時候就要快速的作用 以前的口腹藥可能也都是有不錯的效果 但是他的吃的點就是可能要 一到兩個小時 甚至有的時候要三個小時前要吃 你等預期以後要做行為 這個東西會變成讓你 比較即時性 對對對 而且他沒有所謂的全身性的負重 我會建議大家 這個動作對三個部分很好 第一個就是被失禁 再來就是我們的勃起功能 勃起硬度的部分 再來我們的射精 這個能夠持續射精的那種控制感 會好一點 我也講過 希望把心愛這個事情應該 頻率上如果再增加一點 你也有會有增加這個時間的一個可能 就會受到 所以醫生你的意思是建議可以多練習 就對了 練平練平